这老刘是包了个机场吗 这怎么还要启动还要起飞吗 外面太吵了 我们还上车来聊吧 这车里明显就安心多了 这凡尔赛格音还是不错的 虽然还是有点吵 但是我觉得真的比车外强多了 不过我觉得 你是不是又偷偷做功课 2023款凡尔赛还升级了前排的 双层夹胶玻璃 在整个玻璃上的用料 其实比好多豪华品 还要更慷慨 也想看这个玻璃的升级 它其实让车里边的噪音 能够减少1到4分贝 这个1到4分贝 对于人耳来说的体验 就会好很多 现在是车里面的4个窗户 都放下来的情况之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分贝仪 好 我们现在 再把所有的窗子都升上来 我们把机场留给刘老板 咱们现在就来看一看 这辆车的内饰怎么样 坐进车内之后 我就已经有感觉了 因为这个座椅 承托度和柔软程度都更好 它的这个材质 摸上去的质感是非常的顺滑的 我在靠上这个靠枕的时候 我会感觉到 整个的支撑度都非常的OK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细节 它是有很多种材质 是进行拼接而成的 这个非常符合法系人的 在设计方面的追求的这种质感 不仅要有设计感 同时要有层次感 还有精致感 没错 我突然发现 这个座椅上的颜色 和我们所看到的 中控上的这个饰板的颜色 其实是呼应的 而且你看到这个饰板上的 这些花纹了吗 这些花纹看起来还是挺特别的 非常有设计感 而且能看出它一点点的立体感 小白我发现你越来越会把握和抓住重点的 的确 这个座椅也是凡尔赛C5X这台车的一大卖点 它采用了CAC舒适领先的座椅 所有人坐进来的第一感觉 都会感觉到这个座椅真的是非常软 而且包裹性非常强 当然这也是有科技成分在里面的 它采用了高密度的填充物 以及一个比较厚的泡沫在这个座椅里面 而且我们今天拿的是这个领部反车型 也就是次顶配置车型 在今年的年度款当中也增加了真皮座椅 所以你说摸起来很舒服 也是完全说到点子上的 而且这台车加热通风也有 包括有这么舒适的真皮座椅 我觉得整个在长途体验的时候 一定是非常棒的 刚才我也是简单的玩了一下它的车机系统 我发现这个界面非常的简单 而且看起来视觉效果非常直接 这个就对于我们这种对于数码产品 可能没有那么多深入研究的人来说 是一个非常友好的一个设计 我觉得好用才是车机系统 应该拥有的一个特征 其实凡尔赛的车机系统 最让我惊讶的一点 就是同样的 我们说到这是一台领部凡车型 在非顶配车型上 它居然给到了无线CarPlay的配置 我们都知道这个无线CarPlay 其实相对装机成本还是挺高的 其实在许多豪华品牌上 都是作为选装配置存在的 当然CarPlay是用谁知道 我认为是最好用的车机交互系统 场地里面我们深入体验了凡尔赛 整个静态也体验过了 现在我们把它开到路上再试试 走吧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东风旋律用凡尔赛C5X全系 搭载了1.6T的涡轮减压反射机 配上8速的爱信的变速箱 这套动力组合的最大特点是 它能够在1750段的时候 就爆发出256米的最大扭矩 所以说整体这台车开起来 对于驾驶者的意图的理解是很聪明的 而且动力的响应也是很及时的 这么一套高效的动力组合 让这台车的百公里综合油耗 能够低至5.8升 再配合它可以使用92号燃油这一点 其实整体的用户使用成本是并不高的 第二点能够被感知的是什么呢 虽然我们在场地里面已经做了 关于这台车静密性的一个极限测试 小白也觉得在飞机旁边 这台车里面坐起来是不是挺安静的 是的 我觉得密闭性非常好 但是的确那个太吵了 你在车里面还是能感觉到 外面的环境是有非常大的噪音的 但是你在道路上驾驶法尔赛的时候 无论是它的风噪还是路噪 你都能感觉到它真的处理的特别的好 昨天我们是在一个高速路的行驶状态下 我开到110R 几乎没有感觉到整个风噪和路噪 给我驾驶带来的就是那种听觉上的不适 今天是这么一个快速的驾驶状况 刚才会比较快巴士 然后这会有些缓度 整个就是你开这台车 你感觉到它的一个静谧性 我觉得可以说叫豪车级别的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它也是一个无差别的解决了用户痛点 在2023款的法尔赛上 其实从最低配的一级车开始 到顶配车型 都是使用了3.96毫米的静音夹胶玻璃的 所以所有买法尔赛的用户 无论是买低配还是高配的用户 应该都能够享受到这么一个静谧的车列环境 法尔赛这台车上手之后 最让我惊喜的一点 其实是它的全彩的EHUD的抬头显示系统 而且我觉得这台车上的EHUD 它的信息显示功能是非常丰富的 在正常模式下 它现在能够显示到一个限速的提醒 一个车速 当我们使用它的辅助驾驶系统的时候 在这上面辅助驾驶设定的车速 包括选择的模式 高级驾驶辅助 辅助功能 还有巡航控制 都可以在这个屏幕上显示 其实整个的EHUD的系统 信息量是非常大的 我觉得这台车其实整个的设计 打破了那种 我们对于法系车传统设计当中的印象 其实整个在保证的美学的同时 功能性也是非常强大的 最后就是说到辅助驾驶 这两天因为我们去到自己的封闭的场地 也进行了一个长途驾驶 其实法尔赛这套搭载的官方说法是L2.5级别的辅助驾驶系统 确实整个的使用的顺滑程度 包括功能性也是在同级别当中是比较突出的 所以总结来说 这台车开起来真的就是小白 之前总结的那三个点 虽然这是一台车 但它具备三种不同的功能 开起来非常舒适 操控非常的好 就像一个轿车 离地间歇有些高 在一些简单的轻跃 也或者需要一些通货性的时候 它有的确能比轿车做得更出色 最后就是强大的装载性 其实我们昨天过去 你看到地上摆了一些剪束带 摆了装筒 包括我们摄影师的摄影设备 包括我跟小白的行李 都在这台车的后备箱里面能够装下 这就有了旅行车和SUV的一个功能 一台车三种功能 非常全面的反射载 经过了这两天丰富的体验和硬核测试之后 我觉得东风雪铁龙凡尔赛C5X2023款这款车 是一个颜值极高的车型 同时它开着坐着也都非常舒服 而且拥有越级的体验 没错 2023款的东风雪铁凡尔赛C5X的主要升级 都是为了解决消费者的痛点的 比如升级了双层的夹胶玻璃 让车内变得更加的安静 升级了360度全景以下 让架控变得更加的安全 关键是这些升级 其实都不是针对顶配车型的 在二级车三级车上 消费者也能享受这样的升级 并且增加了大量的配置之后 指导价值是象征性的上调了一块钱 所以说我们知道原来 像屈身士肯德基特别喜欢做一个活动 叫加一元多一件 凡尔赛的这次升级 感觉就是加一元多N件的感觉 有没有特别划算的感觉呢 是的 没错 而且在这一次深度的体验过凡尔赛C5X之后 我个人感觉 它还是有着浓郁的法系车的风格的 所以说这款车不仅在实用上了 给了我们很大的福利 同时呢 它还在设计上也能够让人深入人心 小白你给这台车的评价颇高啊 所以凡尔赛是一台 我也喜欢你也喜欢的车 好了 感谢您关注C6的做收养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